我们下一个议题是讲讲2015年的小组调动 现在进入小组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都参加了 今年三组加盟有三四十人 所以我建议这个小组调动要继续 可能有些组要分组,新的组组要加入 甚至有些新的组员要加入现有组织 但也挺大工程,有百多人要调动 有点担心 我知道,所以我们也要小心一点 因为每次到年底,我们讲下年的小组分组 我发觉现有的组员的心理上也有很多适应 有点反抗,这也很正常 例如新适应,进入新组的时候会跟哪些人一组 也挺害怕的 又或是怕没有了以前的组员的友谊 建立了一年,如果分开新组的话 会不会那些朋友没有了呢 又或是新的组员进入来 会不会影响整个组的dynamic 我想当我们做这个调配的时候 我们也要小心一点 但我觉得也不是那么负面 应该会有更正面的原因 是的,其实我同意 因为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分新组或新组,缘入小组 应该很开心 因为这是教会增长的具体指标 如果没有新人来,教会总是百多人 永远都是这一组 那就不用了 而且你又想象,当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一小组的人仍然有这么多 那其实在表达什么呢 可能是我们教会顶尖的生命 程度去到某些地方停滞了 所以我们看到有新组,缘入组 其实是一个我们值得开心的 因为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方向 另外一件事我想起的 其实我也听到很多小组 是一些组长 会有一些挺正面的报告 不过现在的组都很好 大家的友谊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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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友谊很好 其实我觉得好东西就拿出来 和人分享一下 有些新朋友来到的时候 他们可以看到 原来歌雷园的小组生活 是很开心的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组的文化 其实是可以延伸下去 不但此 其实这个我觉得 都是一个让新的组员 来享受或者经历 我教会对他们的hospitality 陛英姊妹对他们的welcome 一个好的地方 因为就是特别透过小组 他入到小组 陛英姊妹如何欢迎他 其实我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对于很多人 去参与教会的投入 其实也有很多的帮助 是的 那放弃你礼拜日 你刚刚说到 你也这么说 就是不要回小组 不只是想着我自己开心 我自己和这班人 大家好好朋友 就是这样 而其中一个我们的 深价值 都是去服侍人 当然 可能有些新人入组 有些人从来都没有来关心 他来找教会 终于找到一间 他觉得值得投入的教会 其实如果我们 用一个服侍的心态 来对待这班朋友的时候 其实入小组 就是我们去服侍的机会 是啊 其实回想起来 是否转了小组 就是旧友的组员的时候 就没有了呢 我觉得不是的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场景 可以大家一起双交 你今天不是很绝交 不是啦 他不是走了 你今天不是走了 其实有些时候 譬如星期日 我们都还会见面 是 或者我们可能 在同一个事用团队 一起来合作 现在我们都没有明文规定 就是说 你转了一组 你就不能跟以前的 朋友来过来 其实我都见过很多组 我以二早期中有联粹的联粹 例如是吃饭看一场戏 例如半年有一次 跟之前那一组有联粹联粹 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我新的一年 我已很开心 这一点挺好 更浪茫 我们在教会生活 我们需要一个圈子扩大 若我永远一生一世都是那一组 我认为一组都是那些认为 但有些新的调动 其实帮助董卿姐妹确复她的圈子 认识多些人 不同的年纪和背景 对自己生命的成长会更多刺激 所以当我们要和董卿姐妹说 如何面对转组的时候 我想这些正面的信息 我要带给她们 你有没有写下的? 拍DVD的时候说出来 有的 在这边说的时候 我已经要认识了 好 我想是时候要想一想 这次OIKOS 会否预备弟兄姊妹进入新组之前 这一组2014年 有些维持组 你觉得如何完结是最好的? 我想其实可以用分享 就是在最后一次OIKOS的时候 给他们分享一些感恩事项 我们经常都流行 年中有感恩 但是感恩是什么呢? 我想尤其是感恩在过去一年 在小组里 上帝对他有什么恩典 透过小组对他有什么恩典 这是第一行 并且可以说一下 反正都讲了一点 就是有没有在这一年 这一年 很漫长的岁月里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成长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成长 无论是在开心当中成长 或者是在不开心的经历里 你发现你成长了 其实可以互相数损 即是又可以说自己 你又可以说给对方 你能够观察到对方有什么成长 亦可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多谢阿仁 因为有时候有些成长,上帝都是透过你的组员 可能一些勉励,或者一些服侍的工作 令到你的生活能力有所成长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你走到那个人的面前的时候,跟你思想Thank you 即是对方帮助你成长 对啊,可能对方不知道 你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也会有这个面丽 另外一种欣赏的说话就是调转 就是你见到对方很明显地有个成长 对方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在旁边看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真的很不同 对啊,你要赞他,确认他,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还可以再说一件事 就是一些祝福的说话 因为新的一年,又会再开始 无论是在事奉,或者在小组生活里面 我们都会有新的开始 所以其实到最后,向对方在祝告里面 特别是在祝告里面,来为对方祝福 我觉得这个就不得了 怎样做法好呢? 即是一个对一个这样? 还是整班人一起祝福一个好呢? 这个都是好ideal的 我觉得都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 在祝告里面,我特别很想祝福某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在祝福里面一起祝福 就是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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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就是他们自己的庆祝诞 哇,很厉害! 你可以想想你那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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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我们也在祝福完结束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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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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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谈谈这次OICOS有没有分享问题 我想我们刚才说的那几条问题 就是多谢、感恩和祝福 不如就用这三个东西来成为OICOS的分量问题 好,再说 好,就是一样的 说完了 OK 做自己的事情 是这么久的文章 可不可与故事 请安静 请为您将影响 明天